游是只能在哪儿 男人累了 女人也辛苦 男人得干哪 女人要保健 男人要养家 女人要做饭 男人晚上要叫拆 女人晚上要叫床啊 我是一只死鱼,我不会叫床 你高了吗? 甲高潮 我最喜欢甲高潮 秀美的肩胛 送出碗里服 晴朗彻隐的酒浆 心里充满怀疑 当镜底映出碧桂 烛光和迟暮时的音语 她才向侍女挥了挥手 我今天晚上是准备出轨的 准备和另外一个天蝎座 每一次她对我的冷漠态度 都会让我出轨 而且我必须出轨 三年后看谁能活出个样 没有能 没有能 三年后看谁活出个样来 你来一个 我们三年后见 三年后看谁活出个样来 没有能 你行不行啊 你学导演能让人家导度比你好 我在这就是听话来的 你学导演 你学导演 学导演 还练室里 镜子上我的身体的时候 考这绝对不能给我男朋友看 我 我 你考艺术类院校 是因为她高考分数下低 生活不过瘾吧 生活要过瘾的都是艺术 好多中国学生都是觉得想拿艺术过瘾 其实他们不是真的喜欢 我是一个蒲公英 我就是不明确 我的要求从来都不明确 我特别恨自己这一点 反而是你给我什么我就收着什么 我发现了 照单全收 当我讨厌这个人的时候 我才会提出要求 我才会说 刚才那个小男孩你还不是讨厌他对吧 当然不讨厌他 所以你还会继续保持这种关系